想要拿捏圣诞氛围 一个蛋糕卷就够了 还是熟悉的配方 先在烤盘里 放上我们定制的圣诞图纸 再盖上透明的白色油布 就可以开始描图了 这不是油纸 是油布哦 我用的是 不会消泡 也不用烤的黄油面糊 配方都在左边 做法也非常简单 只要搅一搅就完事了 面糊的颜色 是用食用色素条的 千万别用果蔬粉条 会变色的 换好的圣诞老人 不用进烤箱 把图纸拿出来 放进冰箱冷冻 五分钟定型就可以了 等待的时间 咱们来做抹茶面糊 牛奶色拉油 搅拌到乳化 下入低筋面粉和抹茶粉 搅成糊糊 再倒入蛋黄 搅拌到顺滑 蛋清 加糖 加柠檬汁和香草精 打蛋器 用高低高的速率 打出有弹性的小弯钩 然后和蛋黄糊 翻翻成丝滑的面糊 倒进模具 蒸出气泡 烤箱160度20分钟 出炉后立刻偷抹 然后晾凉 蛋糕配翻面 两边斜切45度 就可以抹奶油了 奶油的量一共是200克 把奶油放在蛋糕配上抹平 草莓放在三分之一处 再盖上一层奶油 然后用擀面杖做辅助 咱们慢慢的卷起来 再一收 蛋糕卷就做好了 把它放进冰箱冷冻定型 切成6厘米左右的小段 然后再用微微打发的蛋蛋油 做点小装饰 撒上不会融化的椰蓉 可可爱爱的圣诞小蛋糕 就完成了 喜欢你就给我点个赞吧